近些年我们观察美国政治 会看到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似乎大家关注的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实现一己私利 尤其是此次针对特朗普的电话门的调查 会看到双方之间是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挖对方的黑材料 找到对方的弱点 进而撕开伤口再往伤口上撒盐 我们首先要看到当前的民主党在极力地保护拜登 对于当前的电话门的调查的过程中 更多的舆论的导向是指向美国总统特朗普 是不是利用了自己作为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来实现自己的私人的目标 也就是利用国家的公器来迫使乌克兰方面 对拜登父子进行调查 进而打击自己重要的政治的对手 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民众更多的是关心总统是不是公器私用 同时也关心是不是乌克兰 真正影响到美国的国内政治 但是对于拜登来说 当前这样的一个进程中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 在调查的过程中 如果不断地有信息释放出 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民众来质疑 在拜登父子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上 是不是有一些疑点 进而影响到拜登 他的微信和未来选情的一些走向 如果在拜登的这个问题上 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那民主党将考虑的是 不得不在下一阶段 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竞选策略 是不是要寻找更加有力的候选人 是不是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 要采取新的方式 来对对手进行打击等等 所以从目前来看 应该说随着调查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因素 进一步影响两党之间的 斗争的进程和大选的选情